人工智能是现代社会的大势所趋 虽然可以成为人类的一大助力 但同时造成的威胁也不能坐视不理 沙拉月总理丹斯里阿邦·佐哈里 今天为2024年国家记者日 主持第一届沙拉月媒体大会时表示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 已经可以完成以往不曾想象的事情 对人类形成一大威胁 阿邦·佐哈里指出 万一有新人滥用人工智能技术 特定人士的演讲致辞 可能会被篡改为有利于特定议程的言论 因此有必要监管这项技术 一连两天的沙拉越媒体大会 是由沙拉越公关单位 和沙拉越新闻从业员协会联办 预计有600名国内外人士参与其胜 至于国家记者日则会得到 印尼 日本 中国和韩国等11个国家的 大约1000名媒体人员参与